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尴尬的东西 那最近我们都知道蔡英文总统已经到访了美国 但是在中国的平台上面呢 很多人都说好尴尬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资讯都是很片面的 那在中国的不论是抖音还是微博上面 都是一些简介的画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到场都是反对她的 没有任何支持她的声音 然后说现场甚至说什么都是台湾人在反对她 蔡英文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她创访美国搞了这些困裂的行为 我们坚决抵制我们强烈的抗议 我们认同一个中国两岸要和平统一的 我们不希望任何麻烦制造者 用任何的借口来到美国进行创访 然后一些新闻标题就说 蔡英文感到非常的尴尬 那小粉红看了这个状况之后 就觉得蔡英文的尴尬让他们也尴尬了 哇蔡英文好尴尬 都是台湾人在反对她 所以看了那些留言之后 我觉得小粉红的尴尬让我感到尴尬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小粉红的尴尬 是怎么让我感到尴尬的 那有中国网友说 看了新闻报道感觉好尴尬 蔡英文应该是最尴尬的 以为到了盟友美国就会受到欢迎 殊不知迎接她的是全体华人的抗议 你看这些都是资讯的不对等 她说全体华人的抗议 我们都看到现场是有非常多人去支持她的 但是这样的画面在中国的平台上面 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很显然中国的新闻资讯是非常片面的 但是中国人完全不care她 没人关心新闻自由 还有中国网友说 我也看了抗议视频 我以为美国可能会有人支持她 刚刚看完抖音我都尴尬了 全都是抵制她的 而且新闻上特别强调 那些抵制她的都是台湾裔美国人 被自己人打脸最尴尬 中国新闻说什么他们就认为是什么 我相信有些台湾人应该有看过现场的画面 的确有反对她的人 那些都是中国政府派去的 而且那些喊着抗议口号的口音 很显然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口音 绝非台湾口音 那很多中国媒体啊 就说这些人口音是台湾腔 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是对台湾腔有什么误解吗 甚至有一些新闻媒体啊 说那些现场举着的口号是反抵中文 就以此认定那些都是台湾人去抗议的 也太片面了嘛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华人 基本上都是用繁体中文 但是中国新闻从来就不管这些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去误导中国国内的民众啊 说他们都是台湾腔 都是繁体中文 那些抗议蔡英文的都是台湾人去抗议的 你看一下蔡英文干不尴尬 这下最尴尬了 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我划到这种类似的新闻标题的数不胜数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说 果然我们新闻标题说的很恰当 是篡美 看了新闻蔡英文真的太难看了 好歹也是一个省长 没想到到了美国 还被台湾自己人抗议 所以说篡美形容的十分贴切 很多中国媒体啊 说他什么篡美 什么篡访 那以前我们也看过 像是些美国的一些官员 来到台湾 他们不是叫飞去台湾 他们叫串访台湾 中国人真的是玩这种文字游戏 我真的是佩服 台湾人虽然说把中华文化保留得十分的完整 但是台湾人玩中文啊 玩这些传统的文字游戏啊 也玩不过咱们中国人 是吧 那还有其他网友说 看来台湾明白人还是很多的 生活在美国的台湾人不是井底蛙 离开民进党的独裁洗脑 果然大部分台湾人都明白 两岸同属一中 一个中国就是无法更改的 你还知道独裁这个名词啊 当然我们看到他写的这个独裁 是用拼音打出来的 他也知道在中国不能打这些敏感词 还说什么一个中国就是无法更改的 连宪法都能改 还有什么不能更改的 那中国有很多土地都更改给去俄罗斯了 还有什么不能更改的 党说要改就改 有得了你们这些人框来决定吗 毕竟你们手上又没有选票 你们没有办法决定党的意志 党说什么就是什么 党说你今天是人就是人 中国常常说是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老百姓都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其实中国说的没有错啊 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人民啊 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的这个人民呢 就是普通的官员 知道吗 所以说为人民服务啊 其实就是为官员服务 所以说党说你是人 你才是人 而这个人呢 也不是人民 你只是平民老百姓 知道吗 那还有其他网友说 这是年度笑话呀 刚刚刷完微博 大家都在嘲笑台湾省长 看新闻说 美国抗议的都是台湾华人 这太尴尬了 被自己人打脸 看他下车时都走得很匆忙 怕死得要死 果然是叫做串美 的确有些中国的短影片 像是抖音上面 把那些剪接的画面 把蔡英文下车 然后紧接着 立马把他剪接到 进饭店的这个动作 然后就整个流程看上去 很匆忙 大家就觉得 哇 蔡英文好担心 好害怕 所以说这个串美形容的很贴切 蔡英文跟现场的人 甚至他还去握手 我们都知道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 那些来者是什么人 他们是不是善意的 但是蔡英文在那边非常的大胆 他就跟一些在场的一些民众去握手 但是这些在中国的平台上 没有任何这样的画面 还有其他网友说 只要蔡英文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我们 但是现场举中国国旗的 很多都是华人 美国华人大多又都是台湾人 所以现场都是台湾人在抗议 我们大陆人都懒得去抗议 谁在乎他呢 甚至没人认识这个省长吧 我看现场喊口号的大妈都是台湾腔 还有繁体字 可以断定这次都是他们台湾人在抗议了 台湾人也真可怜 跑去美国以为和平了 没想到蔡英文直接把战争又带去了美国 台湾人真可怜 唉 真不知道谁可怜 像是他的逻辑啊 你看他开头说 在现场举中国国旗的很多都是华人 然后又说美国华人又大多都是台湾人 所以现场都是台湾人在抗议 这是什么逻辑 在场有很多华人 然后又说华人很多 又是台湾人 所以现场都是台湾人在抗议 这什么逻辑 以我我本人就在美国 你们这些人还在中国 拿着手机在敲着抖音的键盘 你们就好像指点江山 就知道全世界是怎么样了 都没有来过纽约 我就生活在美国 美国大多数的华人 有台湾人也有中国人 老一辈的大多数都是台湾人 现在新移民越来越多 都是中国人移民来美国 没有像你说的 说美国华人大部分都是台湾人 没有的 大部分的其实是中国人 中国人近些年移民美国人的人数非常多 放着好好的祖国不待 非非要移民到美国来 我们今天也就不讲太多了 还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哪里有抗议 哪里就有民怨 蔡英文不得民心已经深入美国和全球华人的心了 看来不只是台湾人唾弃他 美国人也不待见他 希望两岸更多中国人走上街头去抗议 你看这些中国人在键盘上敲一敲 知道什么是抗议了 这些来美国的华人 我们都知道现场其实很多抗议的那些中国大妈 他们在中国是绝对是不敢去上街抗议的 所以你在这边说 希望两岸更多中国人站出来走上街头去抗议 你在抖音键盘上 你也知道什么是抗议 骂美国的时候骂台湾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是抗议 那在美国这些走出来的 站在街头去抗议蔡英文的这些中国华人 他们到了美国 他们也知道什么是抗议 但是到了中国这些人就完全就忘记了 不知道什么是抗议 希望来这边抗议的这些中国朋友 他们有一天也可以把抗议的这些权利 言论自由的这一种价值 带回去中国大陆 那纵上所述的这些留言 其实也就是中国网络生态圈的一个缩影 大部分人在长期的接受这种洗脑教育之下 都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有时候我还有一些台湾人 试图去跟小冯去做沟通 但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大家都不是在一个层级上 不在一个level上面 不是一个平行宇宙的 不是一个同等的生物 你跟他讲就好比对牛弹琴 那中国人说蔡英文很尴尬 他们看了蔡英文的尴尬感到尴尬 这些小粉红的尴尬 让我觉得很尴尬 那我读出了这些尴尬的留言之后 荧幕前的台湾观众 你们会不会觉得小粉红很尴尬 也欢迎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你看了这些小粉红的尴尬之后 你们尴尬不尴尬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